黃國昌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一直很好奇 其實就兩個字 假狗 麥克風拿給黃國昌 不要一直打開 我們現場 我們的義川兄 我們的烈德哥 如果我想這個部份 我也支持侯友宜的意見出事情 很假狗而已啊 那根本他動個鬼喔 民進黨有一些菇鳥 我們進去看 遠遠看他的氣勢就知道不能惹 有一種菇鳥叫做 你也跟林淑芬同事過 有啊 有啊 對了 跟林淑芬馬上轉頭就走不能惹 他不是一個委員的厲害 他是一個委員會的厲害 未還委員會為了林淑芬改規則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有一種菇鳥叫高嘉瑜 你看他就是可能很嬌小 就想去踹一腳 沒有沒有踹一腳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然後他有自己的議題 可是你看到那個林淑芬 那個叫大老鷹啊 那個長次的時候 哇 哇 他的氣勢你知道壞款 神雕 神雕 所以他的民調有六連霸耶 國民黨不敢提名的區域啦 國民黨 另外呢 還記得嗎 林淑芬剛剛講 講說立百代建設 特別點了立百代建設這五個字 阿傳 你說這個東西 他的都市計畫圖 你都看過了 這個叫做台北市三重區 新海段1394地號等七十八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果菜市場 魚市場 大力市場宴會館等的更新案 裡面關鍵實施者就是立百代建設 這個現狀就是剃除啦 大家又起到這個 現狀 高菜市場 魚灰啦 還有一個大廚菜市場 就是鐵皮屋啦 那就是每天早上凌晨兩三點 對 我們什麼中華 嘉義 芬林 來這裡的果菜 對 拼在這裡吃 高速公路三廳保交流桌下來 都來這裡交貨嘛 交貨之後旁邊就這個立行市場 這麼大廚就來配貨 配貨之後 交貨之後每一個市場嘛 所以剛才就說 很大 因為裡面 大廚這麼多 對 那這個地方要做開發 一開始啊 他們拿出來方案是 製作這樣 來 哇 各位說 一開始出來方案是這樣 就是說 這幾屁要把它蓋大樓 可是中這個菜市場 它會漏掉 對 菜市場它現在漏掉 就是這一塊 他只做A區駐財 B區駐財 他是魚灰 例行市場還留著 還留著 要做這樣嘛 要做這樣就去送來進步嘛 來進步說 我們這樣OK 你現在住宅在這裡 這個菜市場還留著 在地菜市場加 加菜市場加魚市場的人 都希望留在原來的時候 對啊 沒人想要找嘛 方便啊 菜市場周邊很多產業 對 不是怕這個 批發這個大廚而已 人家旁邊全都結識一下嘛 而且它旁邊就有很多水果攤 蔬菜攤 他們批貨是最方便的 對嘛 好來 現在這個鞍的就開始走走走走 欸 這個開發 這禮拜代 這樣看起來 像這樣 賺得很少的 哈哈哈哈 他們又突發奇想 原來是誰做這樣嘛 他現在改造 這樣來 各位看這兩塊都可以不一樣 對這個 喔 中間這兩塊全部都變建築物了 就這裡啦 對 這裡嘛 這裡本地是不是這樣而已 對 蓋起來嘛 這裡要做古宅市場嘛 因為你不可能叫古宅市場 就在這裡開到十樓嘛 對 那就是二樓三樓 這樣大家刷一刷就要走了嘛 他現在要改造這樣啦 改造這樣 改造這樣之後 這菜市場沒去嘛 菜市場沒去 要刷尾嘛 對 喔 這蠔友 他就倒想要刷去 啊 滷酒 滷酒 一個越北越南 從他去的滷北 跟他的滷北 過去就有辦法去接那個蝦子啦 對 滷北這個地方 喔 那一大片的綠地跟公園 對 過去綠地公園來做果菜市場啦 我那裡沒有住宅啦 把他摸下去啦 你買菜不是坦石 照他原本規劃 房價也不會太高 對 因為我這是果菜市場 不是超級市場嘛 對 對不對 如果是超級市場 就高級嘛 對 那你果菜市場 從半夜草來草去 你就只能住一些平價的住宅嘛 那如果果菜市場趕走 全部就變豪宅區耶 好 現在他就自己 新八市就自己營 自己營 之後他就去改這個 滷酒這個嘛 對 滷酒這個開瓦 這事情已經很久了啦 滷酒的人都反對啦 對 我們三國的新八市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很難解的題目啦 你好意思講這件事 對啦 這很難解的題目啦 當然我們在地就要問在地理會嘛 當然林孫文就說一句話說 不可能生氣而已嘛 哈哈哈哈哈哈 聽完齁 林佳龍鼻子摸摸只好反對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去那裡沒什麼了解 我們要先問嘛 九州 滷酒也沒有任何一個市議員 支持啊 對 沒有只有一個里長 支持高菜市場來滷酒嘛 對 因為那本地是一大片的綠地跟公園嘛 好 現在他來這個地方送去來進步喔 那要改造綠地公園大片的改造高菜市場送去來進步 對 送去來進步 然後來進步當然沒同意 為什麼來進步說一件 大家說 你有沒有跟盧洲的人溝通 你有沒有跟盧洲這裡開公廳會 什麼會什麼會 這裡一定大家有支持嗎 他不敢開啊 對 開了什麼去簡報 黃國昌 簡報是叫後照對不對 黃國昌 結果現在侯友宜 叫這個黃國昌兩個人 三頂部就說什麼 說我們本地想要這樣有沒有 改造這樣 喔這環境的壁很好耶 喔這整個發展起來喔 可以發展幾棟 發展差不多幾棟五棟 這總共十八棟 不是五區十八棟 十八棟 然後地上二十五樓 地下五到六樓 這個利潤多大 這整個起來之後就三年 不知道整個發展 他土地面積是 大家聽好喔 兩萬五千九百五十五坪 是新北市史上最大的都市更新 你說的是土地面積 對啊 還沒有樓地板面積喔 二十五成二十八 好啊這我們都不能算 這太複雜了 這事情有夠大地就對了 好 結果他跟三重的人講說 這個事情啊 就是內政部林佑昌反對 就是蔡英文反對 影響了我們的發展 就是內政部阻礙新北的發展 喔現在內政部說不是啊 你去跟羅州說就好啊 羅州的人說好就好 羅州不可能說好嘛 然後他就一直講這句話 黃國昌去也搞不清楚啊 正在賣你知道嗎 對 本來國代市場就要牽去盧洲啊 這黃國昌說 本來就要牽去盧洲 為什麼不要牽去盧洲 本來就要去盧洲啊 三重不要國代市場 通通給我去盧洲 這樣 盧洲的人說 那是怎樣 我怕就你喔 哈哈哈哈 要割什麼你 我跟你講喔 這件事情 本來沒有人會討論 林淑芬一個人反對了半天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 結果黃國昌一講變全國新聞 土地面積兩萬多坪對不對 光是工程經費五百五十一對不對 蓋完一千五百億 是黃國昌搞砸的 黃國昌 這是這塊土地比那些 修德國小民治國中 這些住宅區 想說這塊要發展起來了 對 點點摸就好 結果又創那一摸下去 哈哈哈哈 這條沒人跟他同意了 三重播這個 這一定是無限凍結的啊 誰刷啊 露這位人 又是黃國昌這個人啊 好 摸下去 侯友宜這塊也拚不過了 拚不過了 你拜託 你如果不高興 你就去找黃國昌 說把這個人 摸一下 現在全都撞掉了 李友宜出來吃 李友宜出來打球 對 讚不讚成果菜市場去爐州嘛 我在講一次 李友宜出來打球 果菜市場去爐州 你讚不讚成嘛 來3Q補充 這個黃國昌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一直很好奇 其實就兩個字 假狗 你想像喔 假狗可以搞掉五百多億 不容易耶 真的啊 這個就是假狗 行動什麼啊 跟里長座談會 一群人在那邊 侯友宜講完換某個局處首長講 換里長講 那種東西 連議員都愛去不去的啦 麥克風拿給黃國昌 麥克風拿給黃國昌 我們現場 我們的基川兄 我們的瑞德哥 這樣 如果我想這個部門 我也支持侯友宜的意見 出事 哈哈哈 很驚慌耶 那根本他動就過去啊 我跟你講 民進黨有一些孤鳥 我們進去看 遠遠看他的氣勢 就知道不能惹 哈哈哈哈 有一種 菇鳥 哈哈哈 你也跟林淑芬同事過 欸 有啊 有啊 對了 跟林淑芬馬上轉頭就抖 不能惹 他不是一個委員的厲害 他是一個委員會的厲害 未滿委員會 為了林淑芬改規則 你們知道這次嗎 有一種菇鳥叫高嘉宇 你看他就是可能很嬌小 就想去踹一腳 沒有沒有 踹一腳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然後他有自己的議題 可是你看到那個林淑芬 那個叫大老鷹啊 那個長次的時候 哇 他的氣勢 你知道會還 神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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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委員會 國防外交最快 這個質詢的時間最快 因為大家就像上班一樣 砰砰砰砰 軍隊很整齊 我有一天我就好奇 我們最快的話 那最慢的是誰 衛福 衛福委員會 衛福委員會的特色 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特色 衛福委員會的特色就是 質詢主席不會打斷委員的時間 你就可以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林淑芬到最後一個 他有一次紀錄問到晚上六點 哈哈哈哈 我登記最後一個 大家搶登記都搶第一個 然後去上節目幹嘛 林淑芬都登記最後一個 因為他要問到晚 他要問到晚 所以他的民調有六連霸耶 對 國民黨六連霸的區域 還拖了去中北部 國民黨不敢提名的區域啦 國民黨不敢提名的區域 對 光國直接這樣講啦 直接這樣講啦 民進黨在最六歲的時候啦 婚姻一百兩時區域立委而已啦 余天一席另外一席 就是林淑芬啦 就是 撒年寶太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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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所以 蔡古這種講法都知道 千萬 誰都可以扛不要扛林淑芬 是啊 恐怖 訂閱 早 太半過 Mantep了 小utz 容若